传说在很久以前啊 亲仙女看上了一位东北的小伙子 结果王母娘也不同意啊 因为小伙子毕竟是凡人了 于是放大鸳鸯 亲仙女掉了两滴眼泪 一滴叫做日月潭 一滴就叫做静月潭了 仙女下凡的城市一定是好地方 长春今天过来了 这就是离长影不远的静月潭 也被称为长春的森林养疤 这是吉林大学的南岭校区 也是我们国家汽车工业人才的摇篮之一 干我们这行的呀 男的多女的少 笑话不多 全日笑草 都是我们长春有三宝 人参汽车小烧烤 人参百草之王 大补 特别是摇不好 一定要喝一口半年的生茶 舒服 而每当夜幕降临 一种东北美食的钢顶之作 吉祥登场 鹿串 俗话说得好 男人要想混得好 一天三顿小烧烤 服务员 限量二十分 烤腰子 哥 今天是我们百大街的烧烤专场 我说烧烤 你说要 羊肉 辣椒 骨干 啤酒 在广东啊 你看不出来谁有天 在我们东北呢 你看不出来谁脾气 我们是要一起做人 来 来 来 你看 你怎么喝多了 不是才一瓶嘛 我没有喝多 对话 像番茫